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仅将获得象征冠军的奖杯一座 金腰带一条 还可以获得一个殊荣 那就是有机会和郭德纲 于谦合作 一起登台江苏卫视的春节联欢晚会 不得不笑本场比赛的评委 我们来一一介绍 首先请出的是性感 美丽 大方 聪明的著名主持人 柳妍 你离我那么远干嘛 来吧 你这边呢 姿势还是很优雅的 好 这个我们美丽的女评委到了 还有两位评委 这二位呢 这个一捧一斗 搞笑能力超强 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笑声 这两个人呢 前半辈子一直站在舞台上任人评说 在台上搞笑 娱乐大家 今天终于给他们一个机会坐到台下 去点评别人 点别人的笑 那就是郭德纲 于谦 来 二位英雄 来 这个搞笑比赛 如果观众看了不笑 那就太搞笑了 那这个您俩压力就大了 因为都是德运社的弟子嘛 我们不能让他们这样 对对对 如果他们搞不笑 就由你们俩负责搞笑 行吧 会把他搞得笑得出来算了吧 好 欢迎三位评委 谢谢三位 好 欢迎各位 大家好 这个三位评委就坐 接下来就介绍 今天这场比赛出场的八位选手 他们都来自德云社 首先 有请鸡克舞 哎呀 到底是鸡还是贺 还是贺在鸡群里舞 你这名字起得有学问 第二位 有请鸢依平 第三位 有请李贺彪 第三位 有请孙悦 哎呀 你还走得动吗 第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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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翟国强 好 第六位 有请 踹赫雄 第七位 有请孟赫唐 有请孟赫唐 第八位 有请高峰 接下来要介绍不得不孝大赛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人物 那就是裁判委员会主任 那就是裁判委员会主任 裁判长主裁判助理裁判第四官员第五官员 及众多角色 于一身的彭宇 好 既然裁判已经亮相了 我们把舞台交给裁判官 彭宇先生 谢谢 谢谢黄宇 让我先把我的战袍抖起来 好了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不得不孝第一季 我是裁判官冯宇 十分开心 可以在春节期间啊 跟所有喜爱看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呢 一块来过一个极乐融融的吉祥年 过一个龙年 我们希望在每一天龙年的每一天呢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都可以开怀大笑 比赛规则可参照全期下的内容 每位选手都有90秒的时间 向对手进行搞笑呼吸 某种方都发生露指向的状态 就代表技术性激动 直接被淘汰了 至于在竹赛过程中 连继选手触碰对方的身体 毕竟我们不是真的前几比赛吗 最后如果双方攻击过后 都没有人露指向 就交由平位来判定 此场比赛的胜负 谁先来 谁希望你先来 你希望你先来 好 那我就满足你 你先来 第一回合 开始 看他能慢慢出点 一件水平的黄 第一轮由南方的贺唐 首先展开进攻 在整个过程当中 高峰你要目不转睛地 看着对方 看着他的齐刘海 好 90秒 计时 开始 永春 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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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是一个很可爱的人呀 这出其不意 这有两个 这边这有 这是我的帽子 红色的帽子 祝大家新年快乐 你大家打头拳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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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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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奔利数 二十六 能给 也 是你 叶 叶 叶 我们下面给大家表 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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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稍微 铁头 铁头 不 我是铁头 铁头 我是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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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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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峰能扛住真不容易 我能够想象得到 平时 蓝方的选手 在苦练这个铁头弓的时候 真的很用力 刚刚他那个头 我看到都打开裂了 真的开很深的一条裂 真的裂了 真的裂开了 好 很努力的 很疼对不对 痛 特别痛 马上第二回合 开始 喝糖 他不尊重我 喝糖你在我们现场做族裕啊 你在现场做族裕 有没有好多我的感受吗 预备 开始 我告诉你 猛喝糖 你今天跟我在一起 你倒的血没了 我看 又没被雷到耶 看到没有被雷到 下面这首歌曲 保证你非常的喜欢 然后你会发自内心的露出你洁白的 好 好 好 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个设计都不错 太棒了 太棒了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哇 这两个人 太棒了 这两个人做得都很好 逃走走 好了 那三位评委老师 余仙老师更喜欢谁的表演呢 我都挺喜欢的 小梦那个《别开生面》 这个《奇思妙想》挺好的 高老师一反他平常的风格 一反常态 让我没想到的是 他能把这个忐忑 重新音配向再来一遍 高老师是一个平常是非常内向 非常少言寡语的人 今天冲他这个表现 我把这个 这个票住于高老师 好 同房的高峰 获得一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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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余老师 柳妍杰 贺唐的表演非常地出彩 很精心准备 可以摇头给他 好的 贺唐一票 就是1比1 掉给郭德高 最后一票 郭德高老师的非常关键 高老师今天是实处不容易 为什么呢 别看他年纪不是特别大 但是我们后台算老先生 他是德语社的总教席 什么意思呢 就是凡是报考德语社的学生 都是先跟着高老师学习的 哦 总教头 总教席就是他 哎呦 厉害了 平时里 就是道貌岸然那种 那个为人师表 那个斯文败类的状态 嗯 还有后半点 高老师今天来拆散的 也是为了热闹热闹 接下来让他再知道的话 我估计他得难受死 他更爱的是相声舞台 好好说相 多跟平安点相声舞台 比什么都强 好吗 接下来让孟和唐继续丢人吧 好吧 好嘞 可以 恭喜 恭喜贺涛奉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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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掌声欢迎 我们蓝方的彪哥和 红方的孙悦 有请 你先来 你先来 划拳于力 你 好吧 来 几倍 石头剪刀 不 好 好 所以刚刚经过这轮划拳的话 用蓝方的彪哥 太疏了 获胖了 对啊 耶 彪哥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很简单 你刚刚获胜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 2比8 要显得快乐 你是2 他是8 所以你先恭喜 哦 马上第一回合 开始 又请小甜 第一回合 来方的彪哥 过来 开始 开始 开始了 哎呦 就上大道具了 对对对对 客桌椅子都上 这就是一个亲密 还是演的不及 对 预备 开始 我先交代交代 嗯 我这是表演一个 对对对对 比较表情比较夸张 太深 行外了反差比较大 新闻主播 好 这已经浪费30秒了 这孩子们的时间关键比较差 因为他们说向上一上台啊 二十分钟都二十五分钟都是自己的一个段子 对 他空间比较大 在头发 好 就是 是 在头发 試似的 是 太中说 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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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二大 二大 一大 三大 三大 四大 二大 一大 三大 野生 野生哦 野生哦 还有最后十五秒 太胖了 憋着个滔滔 对 漏牙了 漏牙了 时间到 漏牙了 漏了一条牙 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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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了吗 我们都看着 乐了 没了 没了 乐了吗 在选手背面的人都看着他乐 乐了啊 那等着 我宣布 不算技术性基岛没有KO 这就是裁判的词词 哦 没事了 漏牙了 我觉得这也计划 我刚刚判罚了啊 但是呢 技术不错 特别是我听到了新闻主播 突然说了一个游戏的时候 我也觉得挺好乐的 好 马上 交换 由这边的孙岳进行进攻 而彪哥你要进行防守了 好不好 第二回合 开始 倒计时 90秒 开始 中国的武术建国吗 金钟照铁不山知道吗 枪杀一个白点 刀抬到白剑 今天让你见识 住手 打一个轻的打我 写着不出我的能力 等我鱼鱼鱼到这里打啊 有没有 这不是公主的猫吗 这人 哈哈哈 真打疼 哎呦他怎么站起来 时间还剩 最后三十秒 你班人都死了知道吗 您在步怎么样 我来个永春怎么样 永春不要借助道具 我来个打人 20秒 站好 打我吃饭 我打 9108 7 6 5 4 3 2 1 时间到 两位 刚刚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彪哥的面部表情是纹丝不动 因为他说不懂中国话 他说不懂他 又又洗了 来 三位评委老师 对于刚刚的两位选手的表现 怎么看 于谦老师 我个人我比较喜欢彪哥的这个 我觉得他那比较有技术含量 所以你的 我给他 选择是 好 彪哥一票 有言 孙岳老师就 你好 然后 于真很好 对 因为于谭哥老师我笑了 但是孙岳老师我完全没笑 所以我支持的是 色吧 所以于现在标志已经两票了 已经赢了 但是我们要听听 郭德纲老师会怎么说 而他那一票 又会投给谁呢 孙岳和李和彪 他们这两个人允文允武 这个李和彪以外语建长 孙岳以动作戏建长 但是比赛结果 他自己会员也转会了 这个从技术含量来说 还是李和彪稍微好一些 我也才知道 我徒弟里边有这么一个 外语方面的专家 在接待力 希望你取得更好的成绩 李和彪是你的 恭喜 欢迎 彪哥和胜 谢谢两位 谢谢 两位 石头剪刀布 石头剪刀布 第一轮 就由我们蓝方首先展开攻击 两位 准备一下 第一回合 开始 第一轮开始 来 请准备 首先是我们的贺务 要逗乐对方 看这俩的准备啊 都是冷碌的 看看能不能出点 对 没错 没错 因为那边先要攻击的一致 出乎我们意料的 真的有彩头的 有文彩的 来 90秒 即时 开始 永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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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戴上雲姬 落着 啊 来 这 我们的 来 这 他这个 轮起舞踏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哈哈 任元平在着 他说时间到之后我牙漏过来 就是 搞笑归搞笑 麻烦不要把这个场子 搞得这么脏 我们搞个一顿好办 你听现在 好了 在第一轮进攻的时候 云平坚守住了 两位评论员 对于刚刚的表演 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我们倒是对裁判 有一定的批评 为什么又批评我 我们觉得裁判经常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什么 我们觉得裁判经常忘了自己该干什么 忘了我该干什么吗 比如说我们最关心的吧 就是刚才这个贺务 最后走那个包袱 到最后那时刻 云平到底笑没笑 到底露没露牙 没有 这没有 你要用你的眼睛 盯住他看 告诉我们他笑没笑 好的 谢谢 谢谢黄涵 我是裁判 对 我们是评论员 根本主则进行裁判的 哪有这样的评论 我要说 就看谁 两位两位不要狗狗狗 不要狗狗狗 好了 刚刚我们云平防守的不错 马上云平进行进攻 起来了 九十秒 计时 开始 这是我跟他师父学的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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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爸爸 买了超分了 三 二 一 时间到 两位表演完毕 贺武是一点都没笑 但是他看得出来一直在憋 但是我发现评委席那边 传出来一声爽朗的笑声 对啊 笑得那是惊天地气鬼神啊 他拿一个小鸡 鸡贺武嘛 平常的外号就就是平常叫他小鸡 啊 鸡贺武 他应该是小鸡 我是你爸爸 啊 啊 他先说他设计这个是是是是 他说反了 说反了 他是不是故意说反了 想逗小鸡乐的 那就不为人知了 因为他的表演很好 呃 柳云呢 就是他说金鸡独立的时候 那只玩具鸡立在那里 我觉得蛮好笑 然后他就很诚恳地冲着鸡说 你是我爸爸 然后我没听懂 两边就笑翻了 最后你笑的是 然后你笑的是金鸡独立那种 对 我笑的是金鸡独立 首先还有 李鑫老师刚刚没有举牌 还没举牌 我们做主 您都没看啊 既然我看过 我还是比较喜欢 我给红方 我给小方 有没有什么 红方的 对啊 好 来 接下来第二票 小鸡快跑 好 别得意啊 现在是一比一平 郭德纲老师 等一下啊 等一下 走了 走了 郭德纲老师这一票 至关重要了 其实我都挺喜欢两个人的啊 不过比赛 中归是比赛 我们中归是要有作弊的地方 实话都说出来 我们这样吧 我觉得还是小鸡 可能稍微好一些 因为他把舞台搞得很脏 他的人多 待会儿可以帮助作卫生 不信任小鸡 好 接下来 接下来 所以恭喜小鸡活赛 谢谢两位 请求大家 谢谢 两位来到了内排中间 谁会首先进攻 来 预备 石头剪刀铺 很明显 我已经知道谁先进攻了 你们看出输赢了吗 我看出来了 好 那就国强老师先进攻 好 胜量 第一回合 第一回合 开始 第一回合 开始 第一回合 开始 整完了吗 准备好了 计时九十秒 开始 看着我的眼带 不要看我的眼带 不要看我的眼带 这也是比较 一片很巨像 我愿意的回忆 心心苦苦一度过白 现在很容易获得色彩 但不一定能笑出来 终于走进风雨 他觉得很好的笑 你会像美人一层基本的表现 我可以的表现 我可以的表现 真情像草原广阔 梦梦终于不能足够 如果大海能都带走我的爱 从头想带走每条河流 所有受过的伤 所有流过的泪 我的爱 加油 你全部带走 三 二 一 时间到 好 马上进行 第二回合 计时90秒 我有必要提醒我们的国强老师 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 你的双眼要目不转睛地 盯着你的对手 OK 好 不能看一下地方 没问题 90秒计时 开始 我会里面 对手 改双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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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 我可能票还是要给小蜡 小蜡是蓝方 红方 红方 好的 或许获得第一票 刘妍 两位的表演为什么都没有让对方笑 其实我总结的是因为代沟问题 但是按照设计感成熟度 成熟度就一定是老翟略胜一筹 从综合来讲 我倒觉得翟老师不容易 翟先生自有从意学的是京剧 后来转学的相声 是一个很传统的人 他能在这个场合上 一条毛巾三用学三个歌星 不容易 小船这个年纪正是跳这种舞的时候 虽然说他跳了一个女孩子的舞 我们也知道他的爱好是吧 所以说在这方面 我觉得我支持翟国强 好的 所以我很荣幸地宣布 在这一轮当中 由国强老师获胜 谢谢两位 三位休息一下 好了 刚刚呢我们的八位选手 今天这场比赛的八位选手 都已经一一亮相了 究竟谁可以进入我们 全国的十六强呢 究竟谁又能够 在下一轮晋级当中 进入八强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马上要开始的 是我们的晋级大 好了 刚刚呢我们的八位选手 今天这场比赛的八位选手 都已经一一亮相了 究竟谁可以进入我们 全国的十六强呢 究竟谁又能够 在下一轮晋级当中 进入八强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马上要开始的 是我们的晋级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我们的不得不孝 马上是我们的十六强的 晋级赛 今天将会有两位 进入到我们全国的 八强总决赛 首先是第一回合 两位已经成功 竞技到了十六强 接下来就是 八强的入场卷了 还是划拳决定吧 从综合来讲 我倒觉得翟老师不容易 翟先生自有从意 学的是京剧 后来转 究竟谁又能够 在下一轮晋级当中 进入八强呢 我们要拭目以待了 马上要开始的 是我们的晋级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我们的不得不孝 马上是我们的 十六强的晋级赛 今天将会有两位 进入到我们全国的 八强总决赛 首先是第一回合 两位已经成功 进入到了十六强 接下来就是 八强的入场卷了 还是划拳决定吧 这样稍微公平一点 对不对 因为首先进攻的有优势 对 是不是 来 直到剪了 不 漂亮 好 所以还是小鸡 先进行攻击 第一回合开始 九十秒计时开始 虽然这是一个擂台 打杀的场所 但是我觉得 还是搞一些高雅的事情 比较好 所以我为我的对手和各位观众和评委 献上我自己的一幅书法作品 这幅书法作品呢 特别之处就在于是双手的梅花转字 请大家欣赏 请上我的助手 他们的包袱买单 能不能让对手乐 这貌似很正 他一定不是会是正着 正着写字就完了 正着写字就不乐了 他不让对手看 他先写 写完了之后 一翻过来 对 这就是他惊爆的一个点 所以这种未知的 未知的幽默 是最让人煎熬的 各位可以看到 标哥已经开始流汗了 十秒 九 八 请展示 六 五 四 三 这就是我的作品 一时没找到词 好了 谢谢啊 两笔就给你写蒙了 谢谢 谢谢 你这还得有在提高 非常有内涵的一个表演啊 那当然 刚才是标哥完全纹丝没动啊 接下来 就是标哥的冰箱了 别洗饭了 他给我热了 这人漫步在巴格达的大水 这是 裴永俊 九十秒计时 开始 现在呢 这个标哥呢 要扮演这么一回主播 然后他要采访 一下这个影星 叫裴永俊 现在你准备好了吗 开始 我做他的这个 国语翻译 他这个意思是说呢 说今天天气 特别的晴朗 他的心情 也非常的高兴 这回呢 站在这儿 咱全也有位黄俊 想他不说服 不说下 咱来回 不说下 咱来回主播 这回咱主要采访谁呢 这要采访这么一个影星 他名字叫裴永俊 对不对 不是裴永俊 他讲一句话 有这么长啊 裴永俊回答说 对 这意思是说呀 这意思是说呀 看您今天穿衣服了 就知道您已经结婚了 接着想标都要讲 彌永俊回答说 带有信做下去我今天中午吃了炸炸面 就是问员 员陪先生 您对这个向上专场 您怎么看 我进去出去 老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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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小鸡在第一趟 已经坚持不住了 我给你一次机会 对啊 觉得对手表演怎么样 不怎么样 你可不跟你笑什么 我要看我 我觉得他的肚子也太好了 多了也不说了 只不过看完李河彪这个之后 有个感想 原来这个韩国话跟中国话 差距这么大呢 好吧 这一轮我们恭喜一下李河彪了 嗯 可以说的是 标准好笑 谢谢 郭强和贺唐 终于是来到这个舞台上面 对垒了 他们要绝逐的 也就是今天这场比赛当中 另外一个八强的名次 来 C D 可 这个 我大 大拇 大拇指 对 大拇指获胜 对啊 好好好 对 我全赞得赢 不不不不 这是 在这个舞台上面 我说了算 对啊 我说谁赢谁就赢了 对 多么不公正的一个裁判呢 好了 马上我们要请出 昆堂开始他的表演 而国强老师要进行防守 第一回合 开始 90秒计时 开始 你看他这架势就是跳舞 咏春 还是发挥他的这个 叶问 舞蹈 有意思是 还是那个开头 开头一样 在后边演什么 看 肯定要出现 这个不动的关系 这个 这个助理配合 斗不乐的怎么办 怎么办 咱们还是走吧 怎么走 你说过你会轻功的 是 我也会轻功 咱们还是飞出去吧 好 那好 后会有气 你怎么没有草 那处不大得劲 那好 后会有气 你怎么也没有走 我内裤也不大得劲 那好 后会有气 我的内裤也不给劲 你怎么没有走 我的内裤还是不大得劲 后会有气 你怎么又没有走 我的内裤还是不大得劲 那好 后会有气 兄弟 刚刚听我呢 十秒 咱们还是 抖着抖着先 小杉 小弟 小妹是有点结的 他到最后突然一犯招 对 这包吨就好 连你的内裤都不给劲了 我要再服务了 我发现这个台上的 所有的内裤都不给劲了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后会有期 好嘞 漂亮 好 那刚刚呢 我们已经这一轮 喝汤它已经KO了 同时我们要组上 彪哥 来 有请 再次让我荣幸地恭喜 我们的彪哥和 孟贺堂 他们已经进入了 我们不得不笑 最终八强的位置 他们将跟其他的 女卫女级笑将 一块来结束 最后谁会成为 中国最好笑的男人 这样的一个荣誉桂冠 好了 所以各位亲爱的 观众朋友 一定要锁定我们的江苏卫视 锁定我们的不得不笑 话说这么多 我们只能最后一句话 就是各位观众 后会有期 您好 您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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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我 就是一个残酷的竞赛的一台 每位选手必须竭尽所能 持出毕生所学的心脚 来动手对方 但是自己却得强忍住 被他人动手的情绪 只要能通过这无情的考验 就有机会 这是一个残酷的竞赛的一台 每位选手必须竭尽所能 持出毕生所学的技巧 来动手对方 但是自己却得强忍住 被他人动手的情绪 只要能通过这无情的